好,那接下來介紹的是一種 所謂的萬用刷法 所謂萬用刷法 聽起來是這個感覺 基本上我們在路上看到人家在表演 或者是電視上 表演 基本上 都會刷到這個彈法 所以建議同學一定要好好把它練起來 可以彈出來的話,其實就已經 大概可以出去表演,比如說上台 那慢慢把這個,頂多再加上一點點的變化 那就可以把歌曲 那你的彈奏 聽起來就會很有水準,而不再是一拍一下 所以我們來多練習一下 這是一個一拍 然後半拍 那再加上四分之一拍 下 下 上下 下 上 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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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上一堂課已經彈過了 但是我們學了萬用刷法以後 再來回頭來看看 真的比較好聽 副歌的地方 就可以利用這個彈法 那前提是你的左手和弦 一定要按得很熟 不然你到時候一定會亂掉 好 輕輕的一個碗 已經打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教室面的路徑 好是不是真的比較好聽了 啊